大家好,今天去美国纽约黑人朋友最多的聚集区,哈林区 一出地铁站,好像有人在这里过夜 哈林区是纽约历史上文明的犯罪重灾区 今天就去这个区最热闹的125街来逛一下 今天是2021年4月初,春光明媚 哈林区主要居民为非洲裔和西裔美国人 网上介绍说,这里长期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的中心 也是犯罪与贫困的主要中心 在我正前方就是非常有名的阿波罗剧院 这个歌剧院于1934年开张 两旁都是摆地摊的小商贩 在1934年之前,它只是一个白人聚会的场所 真是黑白分明的旧社会啊 涂鸦上市1997年被枪杀的黑人著名歌星 声名狼藉先生 剧院的外观,很多人到这里打卡拍照 这里和纽约其他族裔社区一模一样 地摊经济欣欣欣向荣 和其他社区一样,空商铺也很多 街道的名字少一个 在这条繁华的125街大道上很少看到亚洲人的面孔 街上晃的基本是非洲裔朋友和西裔朋友 这个雕塑是一个非洲裔美国国会议员 所以身后这个大楼叫做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小舟半个大楼 很多种族平等的壁画 壁画的旁边是有名的荒谬商店 大家懂的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 所以游客比较少 走在这个社区的话 如果是一张亚洲面孔就显得比较扎眼 本来我自己的感觉是走在这条大街上还是比较安全的 当然了,最近发生了很多袭击亚裔的事件 纽约是一个各族裔大融流的城市 因为我每天拍视频嘛 所以我的建议是 在纽约晚上不要出来东晃西晃 大半夜如果没有火急火燎的事情 也不要坐地铁 纽约的地铁真是不可描述 像我今天拿着手机到这里拍一下街道的情况还没有什么 但是如果你要拿手机处着一个人拍的话 那就会有麻烦 老实说我晃了一圈 这条街道上无家可归者和看上去神经感觉有问题的人 比其他族裔的社区街道要多 但是我手机都避开了这些镜头 因为这是黑人朋友的商业社区街道 如果对着这些镜头去拍就显得比较敏感 大家可以看到我边走边拍视频 也没有哪个说从后面推我一把呀 或者踢我一脚呀 骂我几句呀 当然了一句话走在哪里都要看好自己的钱包和自己的手机 接着说在上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 美国黑人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在这个社区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蓬勃发展 也可以称作哈林文艺复兴 出现了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和作家 哈林区周围大约有四百家基督教堂 我看老外的网站介绍说 在1950年代几乎所有的白人已经搬离了这个哈林区 等待招租的空商铺 又是一家空商铺 真是触目惊心 这一条街全部都是空商铺 接着说到1960年代一些生活有所改变的黑人也不再居住于这个哈林区 因为这个地区的居民吸毒的比例 比纽约市其他的区域高10到12倍 基本上一大半吸毒的人群都是来自这个哈林区的居民 这都是美国的网站介绍这个哈林区以前旧的历史 继续朝鲜走 街道的拐角处两边都是垮尸的商铺 真是再一个触目惊心啊 全部都垮赶了 这是马丁路德金的画像吧 街道名字少一个 很多粉丝朋友问我 在纽约走街串巷拍视频是怎样保护自己安全的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我额眉派的秘诀 那就是走在路上要职业性的假笑 这个社区和其他非洲裔社区一样 大街上很多礼法店 因为对非洲裔的朋友来说 头发相当于是脑袋上的时装 一辆开的飞叉叉 想的金抓抓的救火车 我看了一下手机 美国今天单日确诊是8.46万人 总共累计确诊是3152万人 新闻报道说 接种第一剂疫苗的人数有1.12亿人 最近几天美国单日确诊的人数又有所回升 网上新闻说是因为变种的病毒 已经在美国站住了脚跟确定了它的地位 很多粉丝朋友问我打疫苗了没有 我还没有打 我觉得让那些更需要接种疫苗的人 让他们先打吧 大家看我已经晃了几条街了 真的没有看到一个亚洲的面貌 这个汉林区也是美国最大的非洲裔 节日游行庆祝的所在地 那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 这些活动都取消了 其实大家看 在这个社区街道上面几乎也没有什么垃圾 还是比较干净整洁的 这里是一个派发救济食品的地方 纽约有很多机构免费派发早饭午饭晚饭 在网上有一个地图专门标注了哪些地点可以领取免费的食物 走到了街道的尽头 对面是大桥了 过这个桥是要收费的 还不便宜 好 拐一个弯回头再逛一圈 有的是感应通道刷卡不收现金 好 过一个马路 很多编辫子的理发店 这一栋历史建筑是图书馆 又是一家编辫子的美发店 这个哈林区也是许多流行嘻哈舞蹈的发源地 街上很多警车和警察 有约都四月份了 但是又来了一个稻冲寒 这几天的天气又降温了 大家看右手边有一辆警车 左手边 占了一位警察 约最近地铁的警察和各主义社区站岗的警察 都明显的增加了 这里又停了一辆警车 哈林区的街头很多涂鸦壁画 墙上画着飞机诗诗的篮球明星科比和他的女儿 哈林区的位置也很好 位于纽约市区曼哈顿的北部 历史悠久 幻人一新的哈林区非常大 我今天就走马光花的拍了一条街的一部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 转发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